林芳斌出生绿扬州市 1987年凭借电影《剑行货车》和《一个辞者对生者》的访问 同时提名第十届大众电影《百花奖》最佳远主角 1991年因在电视剧《唐宁皇》中扮演杨贵妃或第十一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最佳连主角 被称为最美的杨贵妃 其后她又先后出演了《燕子李三》《白发魔女》《家里家外》等剧 2000年退出娱乐圈 退出娱乐圈后林芳斌在家相夫教子 同时也开始写诗作画 如今53岁 也美丽依旧